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民意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烈 這集想跟大家說一說有一個人叫周小龍 大家知道周小龍其實已經逃老去英國那邊 放棄了他香港這邊的生意 相信他香港這邊的生意都差不多倒閉 沒有的 他都年紀大了 退休 但是他現在去到英國之後 想著英國空氣自由一點 舒適一點 誰知道原來不是 他去到英國之後被人批鬥 甚至原來被人騙了去做一個政治花瓶 而他自己是不知道 甚至乎最後 後知後覺 真是慘 他在說那些黃黑的名人 例如劉祖迪 白影等等這些人 全部都是契弟 還說這些人全部都是分化 你不介意說這個字吧 想想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 我稍後會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 周小龍 大家都知道 他是朱傑德的創辦人兼老闆 曾經有幾十間店舖在香港和內地 甚至乎他每年找到過億 但是當他轉黃之後 大哥 我想他的衣服真的不方不億 真的擺到億 然後加上國安法 周小龍最後是要潛逃的 潛逃在哪裏 潛逃到英國那裏 當然周小龍還是一個政治名人 因為當時他搞黑暴女神像 那些筆祥物那些 掛在店舖 甚至乎放在商場等等 那些蟑螂女神像全部都放在那裏 所以很多人認識 去到英國之後都依然這麼多人認識 所以英國那班黑暴黃絲 最近搞了一個英國香港人高峰會 誰知道這個高峰會裏面 最後變成了黑暴之間的批鬥大會 說真的 周小龍支持暴 撐得這麼厲害 撐毒 撐得這麼厲害 他當然有出席 他有受邀出席 受邀出席後 事後在社會頻道發文分享 就說 這個大會裏面是怎樣怎樣怎樣說了些甚麼 跟網友分享一下 誰知野來同樣有份出席的白影 去 罵這個 周小龍 要批鬥他 說這個峰會 裏面所說的話 全部都是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東西 所以要 閉門 要保密 就罵這個周小龍 不懂規矩 繼續在這裡 叫做 你不是抗爭者出身 你只不過是一個商人 你不懂很正常 但你不懂 你就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然後這個周小龍 當然是不甘受容 發文就叫做 去反擊 然後兩班人 不斷連日來隔空 博火 周小龍還一個星期發了幾十個帖 等等的東西 自從這個周小龍出席了這個 英國 香港高峰會之後 被指 將研討會裡 將某一個台下 和那些 高峰會裡的邀請人士的討論 放上社交評論 更加開名 就說對方 之後就刷了文 這個文章 這個貼文就刪了 但他聲稱 因為言論自由受到打壓 就說有人想搞大台下批鬥不同意見 言論自由受到打壓 英國的言論自由都受到打壓嗎 不是吧 為什麼 我也想知道為什麼 他說他受到打壓 總之 然後引來白影 那個人 發千字文警察 然後 周小龍繼續在網上上載了一些相片 挖回當年白影 追擊周冠鋒 即是港獨電影導演 追擊周冠鋒的事情 拿出來說 然後對於被指 他攻擊 英國香港高峰會 周小龍不斷出帖 澄清 我不是攻擊 這個效果 我是批評 整個會的話事人 沒有阻止到會內 分化批鬥的行為 他批評劉祖迪 白影 凱凡歷史專家 這種分化能 還肯稱大會 要公開當日的批導影片 讓大家知道 當日的真相是怎樣 判斷誰是誰非 但是知道這些真相是 有意思嗎 所謂的真相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所謂的真相 只不過是你們自己覺得 應該要告訴別人的事情 但是 是不是真的真相呢 我現在也想知道 這個白影是什麼人 這個白影是土生土長 他自己說土生土長的非裔香港人 他非裔不是非洲裔 是菲律賓裔的香港人 是攝影記者 又是文字記者 不時有些不同的新聞 這樣走出來 然後因為有國安法 他就走了去英國 現在沒事做 天天在英國那裏 煮飯 吃東西等等 相信他也有幫那些 renews去做東西等等 所以你看到他 這個白影 是所謂的抗爭派的人 看不出來 不好意思 起碼我不認識他 起碼我不認識他 那個Carolvin歷史專家 是什麼人 其實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在網上找他的資料 嘩厲害 是找不到的 是找不到的 所以是不是所謂的歷史專家 好像都不是 我不是要幫周小龍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現在是他們一些沒有那麼出名的人 去批鬥一些比較出名的人 那個出名的人 然後又說這些不出名的人 有沒有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周小龍其實在昨天的時候都頂不住 他就說 過去七天 他出了16個有關英國香港高峰會的post 他說 在日前他再次主動聯絡大會的話事人 終於得到這個大會的attention 他說他希望這個會是批鬥大會的最後一個post 他的行為引來不同意見 亦都引來了分化派蒲頭 在他的網頁上直接攻擊 有人勸他拆帖 有人組織足夠的人數 就打算向Facebook投訴 刪除他的天文 而周小龍說他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可以是大功告成 希望世界的香港人可以看到這些分化來鬥對公民社會的傷害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要在我們香港裏面要搞分化 要在香港裏面要搞來鬥 這些其實對我們整個香港社會是很有傷害的 這些就是外國一直都想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而就是靠到這班人包括周小龍 他們的手去做出來 香港原本很好地 向一班年輕人在2019年之前 基本上 你不要說每個人 我說每個人身邊 年輕人每個人身邊 每一個星期 每一個星期 都有人回內地 去不同的位置遊玩 打卡 走走走 吃東西 是一定的 是一定的 你想想 經過2019年的分化之後 現在你看得到 有些人想回內地 都回不了 這個是好事嗎 這些分化 對我們整個香港社會 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很大的傷害 周小龍說 過去七天 幾多有分做分化 令支持他的人 開始對他 又質疑 所以他說要道歉 他說希望大家明白 一個沒有團隊的行動 好人 醜人 都是要自己做的 萬箭穿心就預料了 好像他說他的好朋友 戴耀廷說 他們這種人 背部永遠有十支箭 起碼七支是自己射的 三支如果是射到給對方 已經要祈禱感恩 你就會知道 其實戴耀廷不斷都在不同地方做分化 不斷地射箭 你知道吧 周小龍說 他原本出了一篇很長很長的文章 說回他過去八個月以來的感受 包括對劉祖迪搞分化 搞大台 小事作大的行為 但因為他的中文程度 只有小學雞的程度 所以他都是決定小剛為廟 他可能感受到批鬥那種大件事 尤其是人在英國 一會被人扔走 即是吉弟 不是開玩笑 所以他就決定小剛為廟不說 接著他就說 況且他這個人在英國的感受 對英國香港公民社會 其實沒什麼重要 至於劉祖迪的行為 想知的人 你們會有你們的方法去找找 不想知的人 單憑他個人說的話 也不會動搖到他的立場 周小龍說他的強項是複雜簡單化 再一次交代一聲 由頭到尾對大會的要求 對大會的要求 就是周小龍對他們大會的要求 就是公開譴責 CALVIN歷史專家 Q&A時段 演講 批鬥周小龍個人 對 然後他說 他再次強調 這是Q&A時段 但沒有Q 沒有A 沒有討論的空間 只有單向式的演講 就是這個 什麼CALVIN歷史專家 不斷地在消費周小龍 甚至乎周小龍為有片為證 希望可以公開這段影片 至於他對其他 CALVIN歷史的批評 事後因為大會負責人 批准他寫文章抽水而發生 而周小龍對大會的要求 其實是毫無關係的 他自己知道 其他地方 其他劉祖迪 其他人 其他CALVIN歷史都是想抽水 找周小龍來祭旗 被CALVIN歷劫了這件事 再次一炮而紅 就是周小龍要負上最大的責任 他亦要向全世界的人道歉 他說 衛都要修補這件事 他想在他的網頁上 跟一些批評過他的人說一聲 完全沒有怪過他們 因為他是刻意做醜人 特意的 就是早兩天文傑說的 美國不是試射高超音速導彈的 接著那些連登仔說 他是故意失敗的 即是他現在是故意拿東西的 故意被人 原來是這樣的 故意的 嘩 高 高到不得了 接著他就說 你們叫人 unfollow周小龍 就是沒有問題 他說不需要叫人追蹤他 因為他的Facebook不是拿來賺錢 說真的 他賺錢的東西 全都賺了 這麼多年裡 黃絲買了Tricky Duck的東西 賣得少嗎 是嗎 他Facebook不用賺錢 接著就說 他的Followers 沒有什麼益處 沒有什麼利益的 他只是用Facebook發射 就是向方交說不 向公義說不 向契弟 ISM說不 那哪些是契弟 他這個Post裡面 講過三個人 有白影 有Kelvin利是專家 和這些劉祖迪 其實這三個 就是他們所說的契弟 接著之前他還出過一些Post 他就說 他寫了一個Post 還要Post白影的照片出來 OK 接著就叫人去批鬥他等等 各方面的東西 接著又出了很多Post 就叫香港 英國香港峰會大會的 話事人要公開那些什麼 批鬥影片等等 當然 就是 有沒有公開呢 當然是沒有 接著他還答應他老婆 做完這一單之後就退休了 不問世事 不再搞任何事情了 即是 即是 他是不是以後不理政治的東西 算了 這些人 你真的相信他 不要相信他 說真的 接著就 在這裏澄清 總之那些什麼 劉祖迪 白影 麥凱爾芬利是專家 是PK來的 拿了他來做一些政治花瓶 然後 而又不自知的 就是這樣 接著就說 已經決定了未來 不會再參與香港的政治運動 等等的東西 那 是不是 真的 不再參與呢 這樣 很難說 很難說 而且 他說不再參與 是否代表他不再說任何事情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當然 他說不再參與是好事 即是讓他見識到原來那幫黃人 用完他之後 原來最終 兜回頭 是會反咬他一口 真的 想到英國之後 大家會互相支持 當然不是 互相消費 說真的 在這件事之前 哪一個認得 周小龍 很多人認識 哪一個認得 劉祖迪 多人認識 哪一個人認得 那個什麼白影 不好意思 真的不認識 哪一個人認識 那個什麼 Kelvin歷史專家 理得他實史還是歷史 真的不認識 周小龍 即連日來的發帖都說 基本上 他是一個很 即是怎樣說 我直接說 他自己寫 他是一個笨蛋 還有是一個政治的笨賊 被人借來做花瓶都不知道 下次要做回收費表 下次要想做花瓶到底是多少錢 即是說 這件事 其實應該是令到劉祖迪那些 是有得益 而他自己是一元 或者收費的東西是有少少不公平 OK 接著他之前那些帖子也有發到 我犯了死罪 我拆了 我做了花瓶 我自己按了 希望白影大哥手下留情 OK 即是 這傢伙很搞笑 這班人其實本身也很搞笑 即是想著他們自己是 就是 知同道合 然後走在一起 但原來 他們的知同道合 就是想搞分化 搞批鬥 覺得自己最厲害 覺得自己最聰明 覺得自己最厲害 這些就是他們本身 黃絲、黑暴的本色 亦都是他們的本性 走勢龍說 退出香港政壇 退出那些什麼政治 真的會嗎 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可以繼續看看他們究竟是怎樣批鬥 OK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大家這件事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民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